你說一下這個熊爪痕 這個就是所謂熊爪痕的一個紋路 那我們可以看到說 它的木料上有類似那種熊抓過的一個痕跡 那其實這種木頭來講是比較好的 那以購買木料這間公司來講 它上面有一個寫一個M有沒有 就是那個Mark上面的M有沒有 這種M的規格的等級 在這種雲山裡面 算是等級非常高的一個木料 對 所以有M的就是 對就是熊爪痕的那個雲山 那是同一棵樹上面都會有 如果有熊爪痕都有熊爪痕嗎 還是說挖出來才知道 切開來才知道 所以並不是 不是你可以判斷說 它真的是熊抓過 不是 它是要切開來才知道說 它裡面是不是熊爪很緊繃 所以說我們剛剛看的那一區 那個就沒有熊爪了 那就很平整 那一般人他會覺得說 這個好像比較不完整 那其實是這個才是比較好的 所以是比較硬度比較夠 對 對就是以製作提琴它的那個 合適度是剛好的 以製琴師來講的話 這個是比較適合的 對 那我們再來補充一個地方 是是 我們 剛剛我們不是有提到那個 麻尾草有沒有 是是 我們是把它類似那個 沙子的功能 是 來做琴的表面處理 那我們可以發現 所以如果說你用沙子啊 下去做表面處理的話 你摸起來啊 會整個是平整的 那可是你用麻尾草來 你看它這個木紋結構 是這樣子有沒有 那你如果實際上去觸摸的話 它其實這一個紋路啊 它還是有保留的 那對於因子來講啊 是比較中於原味的 對 我們會請家裡小姐來摸摸看 對啊 你來摸摸看那個 它的木質結構其實是 還是有那個紋路感 所以它要保留那個 那你如果是用現代的沙子啊 下去摸啊 那個紋路感就不見了 就是你摸成就是平整 可是你視覺上看還是有那個紋路 對 所以說其實一把小提琴呢 那製作方面呢 它的細膩度其實是要非常的細膩 那我再補充一個東西好了 那一般小提琴啊 這一個 他們這裡不是都有這個線啊 感覺好像畫上去的 那其實啊 這個不是畫上去的 這個其實是真的是挖一個溝槽啊 那它裡面啊 那它裡面啊 有三片啊 三片的一個薄片啊 它直接鑲嵌上去 然後變成這樣子的一個圖形 這樣子 所以說它不是畫上去的 那一般市場上 一些大量製造的那種琴啊 它有的是真的是用畫的 對啊 不過手作提琴的話 這個部分絕對是手工鑲嵌上去的 它是真的就是刻很深 所以說這個師做的失敗率也是蠻高 然後這種牽線啊 也可以看出一個手作提琴師的一個個人風格 像有一些像 像這個露的露風的這個地方啊 像有一些比較開放一點的那種 比較大膽一點 它會做的比較露 那比如說像比較德國的那種自行師 有一些就會做 就是比較保守一些 它會做的比較淺 那比較沒那麼露 這個其實就是 看一個手作提琴 個人風格一個 蠻好判斷的一個地方 對 露跟不露在音質上有什麼 因質上的話 其實是因人而異啦 就是也沒有說特定說露或不露 哪個好這樣子 那其實一個提琴啊 製作啊 其實這個是 它的 包括你看後面的弧度曲面啊 其實這個他們都是從 從古到金啊 都有經過去驗證 怎麼樣才是真的是最好 那這個牽線啊 其實早期的提琴呢 它不一定有這樣的一個牽線 那這個也是因為說 欸 它除了說 他們測試這樣 除了覺得說因質比較好以外啊 它其實還有保護提琴的一個作用 因為 你看你雲山這樣拼 拼在前板有沒有 拼起來以後 它的木屋是這樣子的 那你透過這樣的一個結構啊 橫過來這樣有沒有 那它側板都非常薄啊 它這樣的一個結構的話 萬一說提琴 如果說 我們掉在地上這裡撞到啊 如果說沒有這樣多一個結構保護住的話 它可能這邊就整個會壞掉 就壞了 啊可是它多了這個的話 其實是它的那個強度會比較強一點 就比較不會說損害那麼嚴重 對 嗯 了解 謝謝 那我們是不是再講一下那個 裡面整體還有一些東西 喔 好 那個那個其實是要講它個人的那個家業而已 拍那边会比较好看 我们看到现场这些爵士骨 这些骨器 其实它也是木头做的 我们这一次展出的林电威先生 林电威老师 他本身出生就是在一个 做那种木器的一个公司成长 这个爵士骨是他们公司外销的一个产品 等于是说它是一种硬木的应用 然后这是爵士骨的部分 然后这边的话就是拐杖的部分 拐杖的部分 因为他们家其实主要还是靠这种拐杖的外销 就是说他们制作的外销 所以说林老师他其实对于这种木材的原料的辨识度 他的感知的那个能力是非常的好 所以说也是因为有这样的一个家学 就是那种从小的木啦 这些木头材料的原因 所以说刚好结果他的那个兴趣 去做小野键 然后做一个整合 所以说他对那个原料啊 非常的那个透彻这样 那我们有看到说现场 刚刚营造呢 他有实际上去用一个显微镜去研究 研究依据他深化背景的一个 去研究他的木头啊 里面的那个木纹的一个分布状况 他有认真去看过 我就是不懂 这个跟深化的背景 到底是怎么样 是 这两个实在很难想象 比如说 来来那我来看 为什么要用那种手工下去做啊 为什么每一个细节都要讲得那么小 就要